你好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今天的新闻带您来认识一位超佛心的好老板 为了让员工免去经济压力感到幸福 这位老板决定要为全公司上百名员工加薪 每一个员工的年薪都在7万美元以上 这名CEO的名字叫做Dan Price 他是Gravity Payment的老板 5年前Price下定决心为全公司120名员工加薪 他的目标是要让每一个员工的年薪都在7万美元以上 Gravity Payment是一家帮助小商业快速廉价处理信用卡支付服务的网络公司 Dan Price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年仅31岁 在他决定为所有员工加薪之前 他发给自己的年薪是110万美元 但是为了要达到每一个员工都可以拿到7万年薪的目标 他毅然决定员工加薪老板减薪 也因为他自己的薪水大减 所以他必须要卖掉手中的股票 同时开始向银行借钱缴纳2000房子的房贷 Price说他之所以会开始动念为所有的员工加薪 是因为他看到了许多朋友 一年领4万美金的年薪 生活还是过得很辛苦 他说他曾经读过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得主 Daniel Kahneman的研究 研究发现对美国人而言 年收入要至少达到7万5000美元 才会感到幸福 收入超过这个金额 就算赚再多 幸福感也不会因此而显著增加 所以他决定要为全公司的员工调涨工资 Price的做法让很多人批评 很多人认为他的无差别加薪 是社会主义的做法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根本就行不通 但是事实证明 Price的佛星得到了好报 在调薪5年后的今天 Gravity Payment的营业额从38亿美元 增加到了102亿美元 员工流动率超低 忠诚度超高 买得起房子的员工 从1%增加到10% 有七成的员工还清债务 疫情期间公司面临困难 没有人被资浅 员工还自愿减薪 和公司共度难关 Gravity Payment目前有2000名客户 市值估计有数百万美元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